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声,我是沃伦 在前段时间发起的活动《废片怎么修材好看》中 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投稿 以下的一些照片就是大家发来的废片了 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照片 这部分是我在视频制作之前收集的 如果有遗漏的一些照片,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然后在这组照片当中,我选取了三张不同风格类型的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几张飞片究竟怎么修才好看 首先来看到第一张,B站名称叫做《利称群》的朋友发来的照片 这应该是在等待列车时候拍摄的 其实画面主体非常清晰,就是动摄 这照片如果用作于记录生活的点滴,我觉得已经是足够了 但还想让它更特别一点,那么就可以进行这样修改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通过后期调整的效果 跟圆图相对比了,我会刻意去加强画面的明昂对比来强调光影氛围 相操作的原因是因为圆图的光很散 没有很好的聚焦在主体当中,其中非常强烈的一个视觉焦点 修改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将圆图导入后期软件Lightroom 首先第一步需要对照片进行二次裁切构图 让画面主体更加突出 紧接着就是影调调整部分的 提高曝光对比度 随后高光需要降低到-100来还原天空的细节 随后稍微提高阴影以及降低白色色阶就可以了 紧接着来到曲线 简单的拉出一个S型对比曲线 这样做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画面的一个对比 这一步结束之后还是利用到曲线 都知道绿色加蓝色是等于青色 那么颜色的混合叠加就可以进一步丰富照片中的色彩 然后就是进入色彩调整部分的 选择HSL工具把画面中的阳红色紫色保和度全部降低到-100 随后呢蓝色最重要的一步呢就需要降低明亮度来恢复天空的色彩 保和度呢也可以适当的降低 避免蓝色太艳丽 暖色部分的调整呢首先是需要降低黄色的保和度 提高明亮度 然后橙色呢是需要增加保和度作为画面的一个点缀 上面的都是基础调整 接着最核心部分找到局部调整 先用画笔工具呢在列车慢慢涂抹出一个受光面 增加明亮度还有对比度 高光可以降低 紧接着用线性渐变在前面拉出一块区域压暗处理 这样做是为了让前景按中间亮以此来突出空间层次关系 最后拉出一个镜像范围 反选压暗适中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画面观影明亮效果就非常好 最后颜色分级了给高光阴影重新上色 就可以完成导出 第三张照片就修改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张 是这位名叫莫善于秋的朋友发来的扫揭照片 其实我们都知道 接拍题材呢最容易出现的是元素多 导致画面杂乱 我想这张照片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后期需要怎么修改呢 大家先来看看我最终调整的效果吧 跟原图相对比比较不同的是 我会选择裁切画幅 从横构图到竖构图 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画面更加紧凑 也可以去除一些杂乱元素 让主体聚焦在原物部分 其次在色彩风格方面 刻意的让整体更灰一些 去模拟胶片的一个风格 具体的调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打开后期修图软件LUTROOM 首先第一步呢 还是来到影调调整 简单的提高一下曝光 增加对比度 随后呢就是需要把高光降低到负一版 避免过曝 白色色节呢也需要简单的一个降低 来此恢复画面中的一个细节 接下来的阴影跟黑色色节 我们稍微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入到曲线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啊 所谓的胶片风格 尽可能就是要暗部发挥 所以呢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除了拉出一个简单的S型形态之后呢 最重要的还是核心部分 需要把这个末端小点了 尽可能的把它拉高 使得暗部发挥 以此来模拟胶片的一个风格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慢慢的提高 这个末端小点慢慢的把它提高 然后呢简单的 再拉出一个S型对比曲线就可以了 OK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找到色彩调整的一个HSL工具 先去除展示 把画面中的一个洋红色 紫色薄度全部降低到负一版 蓝色的保护者也可以需要去降低 那么摄像呢 这边需要适当的往左边变化一点点就可以了 轻色的话摄像需要往右偏蓝 这边呢需要改变一下摄像 协调一下颜色 绿色的一个饱和度呢也可以降低 提高一下平亮度 最后橙黄两个颜色呢 都需要提高饱和度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前景的一个大袋子呢 还是黄色 需要起到点缀画面的一个作用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个色彩调整 这边呢还可以用到颜色分级给高光阴影重新上色 具体的是阴影偏冷高光偏黄 所以我们在这边简单调整一下 给一点点黄色 好了当我们处理完色彩调整部分之后呢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一个裁切画幅了 这边呢首先选到的是一个自定仪先 把这样的一个横画幅变成这样的一个竖画幅 随后呢一定要选择它的一个默认比例3比4 这样的一个裁切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我们把它慢慢放大 一定要把这个构图呢选择到这里的一个人物当中 这样做的目的 你看是不是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紧凑了 也会更加简洁 把这一步调整完成之后呢 最后我们进入一个细节微调 首先呢提高清晰度 提高去朦胧 当然最重要呢还是需要增加这里的颗粒 这样胶片位就会更加浓一些了 我们发现增加一点点颗粒 最后我们来到一些简单的一个微调处理 提高一点点曝光 再简单微调一些 好了 这就是我们第二张照片的一个详细调整方法了 也是非常简单的 最后来看到这个名叫呵呵呵 呵呵朋友发了一个风光照 按照我的一个调整思路呢 这一张还是非常简单的 先来看看最终的一个调整对比图 我会选择把照片处理成黑白 因为原图本身就是非常灰缺乏色彩 其实在构图方面呢 我会选择让这个塔呢 处于画面居中的位置 让它成为我们那个画面主体 所以呢第一步就是需要裁切这一个画幅了 选择到把这个塔作为一个居中 让它画面更加紧凑 然后呢因为调整的是黑白效果 所以第一步操作呢 其实是可以先去色 在lightroom段中呢 这边选择到颜色 点击一下找到这个BMW 点击一下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个去色了 然后再回到音调调整部分 这边所需要做的是 首先第一步加强我们的画面对比度 然后呢适当提高一下曝光 然后呢提高一些阴影 降低高光 一定要降低这里的高光 随后呢我们白色色阶的 这边可以反过来提高一点点白色色阶 然后黑色色阶的适当降低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找到曲线 曲线这边呢还是简单拉出一个S型 加强一下画面的一个对比 简单一下提高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过于调整 最后一些细节微调 我们选择到增加清晰度 增加去朦胧 一定要增加一点点去朦胧 因为增加去朦胧之后呢 这边的一个画对比会更加强烈 亮亮的更加亮 暗的更加暗 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对比调整 所以你会发现 整个画面的一个暗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塔 还有这个数目呢 会变得更加清晰 这是一个我们调整的一个步骤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 也是非常简单和高效 以上就是关于这三张废片的一个调整了 但后期的方式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审美的差异 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后期思路和一些小套路 告诉大家 其实呢 我们平常拍的一些普通照片呢 通过后期的调整 一样也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哦 我是沃伦 这里是我的